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好像早前在鄰近地区发生了一宗 因为沉迷网络游戏而撤死的个案 死者年近23岁 在网巴连续打了十几个小时的网络游戏之后 就在电脑面前突然撤死 这一名青年在死了几个小时之后 才被网巴的职员发现 当时死者双手 还是保持着打机的姿态 为了防止子女 幻想网络成瘾症 早前举办的社区性教育推广活动之一的 《网络里加》这一个活动 就请来了专家 教导家长善用软件和电脑设定 防止子女接收不良资讯 和为子女设定上网的时间限制 《网络里加热讯》 《网络里加热讯》 其实可能小朋友每一日 如果你要给他一个习惯 初头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影响 因为初头去做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如果你培养到他这个习惯的话 他会自己懂得管理的时间 因为我可能每天只给你一个半钟头上网 你自己想想你需要做些什么 你自己在一个半钟头里处理它了 如果过了的话 电脑就可能不让你上网 要限制子女上网的时间 都必定会引来极大的反对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因为所有的管制软件 都只是一种工具 而让子女明白管制的用意 有良好的协商才是最重要的 不会的 会担心的 因为其实我三个儿子这样计算 大那个16岁 第二那个14岁 其实见到他们用电脑的时间是很长的 有时都要比较家长式一些 要比较严谨 可能跟他分析 你放学回来几点至几点 已经上网 即是跟他说的时候 他可能说 我上网是做功课的 或者是有些什么的 其实有很多时候 他们的功课事实上真的要用到电脑 但是不是真的要上网呢 这个可能有一部分要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时间 他们都在电脑那里 交友网站 或者是大家同学 互相在谈谈一些 可能去无缺缺的东西 其实九二九四变成了一个习惯 都担心他们上网成瘾这件事 子女沉迷网络世界 有时是缺乏父母的关怀所指 是缺乏父母的关怀 其实这个工具 只不过是真的一个工具 我们怎样去用它 其实是好视乎我们自己 在一个家庭环境里面 怎样去加这件事 甚至乎我们可以不加这件事 而是说那个小朋友 如果最好的情况 他们是有一个自律在那里 但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可能是一个由小去培养的过程 那小朋友在小时候 他们会不会得到一个关怀呢 即父母会不会有时间陪伴呢 有参加活动的家长认为 溝通见机是信任 所以父母要使子女信任自己 小朋友他们其实最简单 就是他信不信任你 他能否相信你 他能否感觉到你真的关心他 他能否感觉到你真的信任他 他的感受是最真实的 所以譬如我跟他说 我很相信你的 儿子女我很相信你的 其实可能他听到 他不觉得是我相信他的 所以我觉得是 如何跟他互动 行他每一个他自己 有需要学习的部分 是我觉得自己很留心去做 我其实现在都是 他们都不断地学习 我觉得就是 按他们能够 参与决定的部分 我让他们自己的决定 自己去参与 我的理念就是 让他们按他们年龄 能够参与到 能够对自己负责的决定 去做到一些 开始让他们学习去参与 包括他们管理金钱 管理他们的 学业 身体 管理情绪 不同的部分都让他们 能够自己去 就是为自己的决定 去负责任 所以基本上 这部分我就觉得 去帮助他们 他都自小有这个训练 有这个独立的思考能力 去为他自己想 选择的前路 或者自己选择的方向 自己去决定 我觉得我的角色 就尽量协助他们 给自己能力 给最好的教育 让他们将来 自己走人生的路 最近不断有人在社交网站 分享一个有趣的规定 就是朋友若是一起吃饭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交出智能手机 如果有人在吃饭的时候 忍不住要玩智能手机的话 这个人就要请在场 所有的人吃饭 这个其实都是从十人与人之间 直接沟通的好方法 以前我们会用天涯药比轮 来形容科技 为人类带来的方便 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很容易发现 身边的朋友 又或者是自己的家人 同台吃饭 小朋友在玩游戏机 而大人就在玩手机 那究竟科技 是将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还是拉远了呢 十年八年前未有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 可能 妈妈会拿本八卦的杂志在那里看 那我说 不要看了 对不对 或者说你买了一些杂志 那就留回家才看 如果你砌了杂志 那你聊天也聊不到 其实现在是转了媒体 变成了电子产品 那我都会很限制性 但是那些儿子通常 你不许打机 你不许打机 带着手机 那我会告诉他们 那这样是很不尊重人的 就是 你虽然说教徒很小声 你听到 但是 都好像很独立很个体 你不是一个家庭聚会 那都会 就是整天去叮嘱他们 那但是 也都不能够说 很强烈 就是跟他们说 很反面 或者这样 就是要 循循善诱 可以这样说 但是这个是普遍一个现象 其实很多习惯和规矩 都是由小培养的 很多限制的工具 又或者是规定 都只是一种手法 要真正给子女 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 家长可以少一些杂骂 而多一些和子女沟通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还能更長的 还可以做 一段时间 的 二分钟 又是有个小回忍 一段时间 由小姐太 这就会有什么 använ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